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论政直击 我是主明亮 见到恒生指数今天滑跌超过200点 低位更加见过23,367点 所以今天有部分的牛证也被收回 今天见到上周五的时间 牛证的重货区一直跌到23,000点 到23,100点的区域 但市向下跌也吸引了很多资金流入反弹 所以现在见到牛证的街货是偏高的 比起红证方面稍为要多 至于上周最贴价新增的牛证 已经完全被收回了 今天最贴价的部分也被收回了 至于红证方面 在家仓方面最多在24,100点 亦有一个贴价的红证家仓 在23,800点到23,900点这个区域 至于红证的重货区 就落到24,600点到24,700点这个区间 近日市场不断向下走 如果用牛红证部署未转身得切的话 风险就稍为大些 一旦被回收了 就算市场反弹了 大家都已经被收回了牛证了 所以今天就介绍一对call put给大家 如果看好恒指的好仓 就可以部署發行恒指仍购证call论 是27276 27276的行使价是25,000点 到其日就是明年的3月底 它的实际杠杆有13.2倍 至于帕轮方面可以留意 发行恒指的帕轮25178 25178的行使价是23,000点 到其日亦是明年的3月底 实际杠杆有9.4倍 科技股最近都积极 今天看到腾讯和美团 都在低位附近培回 而这个低位亦是近期区间的底部 如果你看好腾讯博反弹 可以留意 发行腾讯仍购证25010 25010的行使价是545.5 到其日就是明年的2月底 实际杠杆有10.6倍 至于美团方面 现在看到美团也有少少反弹 今天更是逆市性 看好美团可以留意 发行美团仍购证2761 2761的行使价是336.9 明年的4月中到期 提供的实际杠杆有6.2倍 以上就是今天的冷静直击 以上就是今天的冷静直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